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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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超感動 今天其實我們要先講一則 感人的小故事 你知道因為我們在這邊錄影 有很多快樂的大學生 可愛的大學生陪著我們 就沒想到就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 就是發明王不是愛上了上真嗎 上真你要離開我們了 你要去深造喔 你要去哪裡 其實我才要去一個月而已 去哪裡 去日本 但是發明王明明他只錄一集 他還留下來 留下來就是為了要送你一個小禮物 我剛剛送你一個小禮物 他送我一個小禮物 好可愛喔 有沒有卡片 卡片拿出來快點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我們要看那個機器人寫了什麼給你 快點機器人發明王 上真謝謝你在節目裡都很配合我 希望下次能有機會合作 來電091263 他很可愛他就說你很配合他喔 對 下次希望合作什麼事呢 對要合作什麼啊 發明王在現場了嗎 我們叫發明王自己進來念一遍好不好 對啊 掌聲歡迎發明王 好帥 其實剛剛在錄影前 他已經把禮物送給上真 然後我也偷偷為你流了眼淚 真的很真誠耶 那卡片上的話可以自己用那個 自己的聲音來編 預備 開始 睡不起來了 太緊張忘記了 那我重點就是能感謝他能配合我這樣 對啊 然後希望下次要有合作的機會 合作的機會是 螢幕情侶有沒有 螢幕情侶這些事情 等一下螢幕情侶這四個字 因為有螢幕 所以會你知道他畢竟不是真的 你只希望是螢幕情侶嗎 我們可以先從作品有開始 不是 聽說他們真的有進一步 好像他一直等你的原因是為了 因為我爸會送我回家 然後他就等我 然後叫我爸順便送他回家 這什麼 這爛死了 你是搭便車喔 對啊 沒有 重點今天是來等他的 我本來要走 然後又特地回來 螢幕是誰建議你要送個小小秀 要坐車的時候才想到 然後又回頭去華電買 他還滿有心的耶 但是其實上陣有說 要鼓勵發明王說 以後要用正確的方法 那你覺得他這次的方法 我覺得他這個方法真的很好 很體貼 就是他還上車然後還特別回來 我真的很感動 有耶 都打動到我們這些師奶了 我跟你講 所以他一個月後如果回來說 日本有男朋友你會 沒關係 那就祝福他啦 喔 好大方喔 好偉大的情感 真是愛就是這樣 上陣妳的心裡 到底可不可以留一點空間給他了現在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上進的小孩 然後 其實我是有深情的人 所以如果 你爸喜歡他嗎 我爸覺得他很有趣 他是很有趣的 喔 有趣 但是 我爸媽都滿喜歡你耶 我媽還特別叫我買豆花給你 哇 重點啦 有機會了對不對 爸媽媽都喜歡他了 對啊 OK 好 那在這邊 剛剛也握過手也抱過了嘛 那最後還有什麼要叮嚀的話嗎 他去日本一個人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嗎 有注意的啊 護照帶了沒 呂寶帶了沒 是不是 希望你出國玩得好好的玩 啊 掌聲謝謝發明王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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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喔 對啊 欸 你們兩個有沒有用過這招 其實這不能叫招 這是真心的 它不是一個招數 真的是愛到一個第一步 才有這種勇氣 對啊 我們想都想不到 真的喔 今天這個其實呢 真的謝謝發明王 居然給我們大學生的美 帶來一股真情 軟軟的感覺 對啊 很溫暖的感覺 今天要討論的題目是 對喔 今天我們要討論大學生的吃 大學生呢 花了百分之這個 有六成五 每天花150塊在吃的方面 那麼大學生這個健康飲食調查 五成以上大學生都是外食族 根據大學生生活費用調查 大學生的生活費主要都花在飲食上 而全台有五成以上的大學生 都是外食族 收入有限的他們 到底都吃些什麼呢 大學生都愛討論吃嗎 就是討論吃這件事情 請按鈕 應該人都吃吧 現在網路上PTT有沒有 討論吃的都很多人 真的耶 第一次 大家滿無聊的這個節目 第一次全數通過 是因為吃的關係 是什麼時候都在討論嗎 Catherine 文化的Catherine 一進教室啊 就開始討論中午要吃什麼 點心要吃什麼 等一下上課要買什麼當零食這樣 一進教室就討論 放水要去哪裡聚餐 你們還滿有公務員的特質 對啊 一進去有沒有 一進辦公室就有 來 北台灣 沒有 其實大學生很愛就是吃熱炒 然後再加兩手啤酒這樣 喔 這個應該是老婆的吃法 不會是大學生 沒有大學生真的會這樣 會會會 會會會 去那個熱炒店 尤其是宵夜一定要去吃 熱炒 熱炒100那種 就學校附近也有 對 而且你會發現那種 中南部的熱炒店比 台北的熱炒店便宜很多 那份量是Double 真的 像那種生魚片 台北就是小布拉肯的 根本吃不飽 然後 在新竹就是Double 好 那大家趕快來推薦好不好 自己學校附近有什麼最好吃的 你覺得把它寫下來 快點 所有老闆都看著你們的臉 來 我們看 花花士林 對 士林夜 士林夜市的士 知道怎麼寫嗎 士林夜市 士林夜市 士林夜市啊 士林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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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個在裡面 有一個小巷子 你知道嗎 然後有一個廟 是陽明戲院旁邊的巷子嗎 還是哪裡 你知道飛來巴 我知道了 對 飛來巴一直走進去 就會看到一個廟 然後那個廟口 斜對面有一家 有一個很像Billy姐的女人 然後做麻辣涼麵超好吃 麻辣涼麵 而且她都很熱心 你這樣 我跟你講 你吃辣嗎 如果你不吃辣的話 那加小料就好了 你已經 我已經撿了麵麵吧 OK 士林夜市 文化旁邊沒有什麼好吃的嗎 文化旁邊的話 你要下山喔 對啊 因為其實文化的人都會下山 不可能就是常常住在山上 還是有啊 中午還是有那種大排長龍的店 就是你寫的永遠排不到的滷味 有一家滷味 就是要排很長 然後很難排到 就可能中午時間只有一個小時 然後最後吃只剩10分鐘 排到的時候都只剩10分鐘 所以你還是吃到了嗎 就有吃過 怎麼樣...什麼味道啊 很好吃 它的醬超特別 它還會加芝麻醬 芝麻醬 芝麻醬再加辣椒啊 再加什麼醬 它也叫麻辣滷味的 長根醫學的逸潔你吃的是 偷肉燒辣 偷肉燒 等一下 你把牌子舉高一點 你看它的辣 汽車打辣是不是 不是 辣煮的辣 對啊 你好 肉字旁 好 偷肉燒辣是說什麼意思 就是 它是我們學校裡面那一家燒辣店 裡面 學校裡面 學校裡面 但是我們就是學校外面都是 沒什麼 所以就講學校裡面 然後它那個特點就是 它譬如你比如說點一隻燒雞腿 它就會 就是燒雞腿切成四五塊嘛 它都會把四五塊裡面的其中一塊 安排下來 然後砍個四五個 按砍個四五個客人就可以再 結果有一次我同學就 點燒雞腿 然後就 對 還拚錯就對了 但是長榮阿妍 你剛剛不是寫KK雞排 你一開始寫什麼保險套餐 保險套餐 可是那一家我後來想一想 它因為那個就是名字太詭異了 然後大家不敢叫 而且它有一個叫做什麼 就是它是不好的跟不好的 顧弱勁當 然後大家可能覺得說叫起來很害羞 所以 那也有 害羞 有那個保險套餐 是吃什麼 對啊 它其實就是一個名字特別 就是說保險套餐 就是說你可以省錢 保險套餐 可是大家就太害羞了 所以叫起來就很不好意思 後來那家店就倒了 那KK雞排怎麼樣 超讚吧 以前吃 還沒吃素的時候 超愛吃 因為那個老闆娘應該就是雙刀火雞吧 她的妹妹 她就一直這樣 我就那個時候吃的時候我覺得 怎麼吃起來很像魚的味道 然後我想說這是炸魚還是炸雞呢 結果她就 我就問她就說沒有 她每次呢那個雞排她都要這樣 也是因為那屍下咧嘴那種感覺 對 打得很扁 而且那老闆娘很酷 她是穿 那就是每次都是留長頭髮 然後穿皮衣這樣子 然後騎一個50的摩托車這樣很帥這樣 然後那個安全帽拿下這樣 對 就很酷 所以我就可以 一手的啦啦 妳剛剛寫那個是什麼啊 就黑暗料理界 是什麼意思 就我們學校有一個餐廳 那個如果想要減肥的女生 非常建議你們去吃 因為那個吃了 我最高紀錄我拉了一個禮拜 快告訴我 你在哪裡 就在一手的校園裡面 還在喔 就是大家學… 妳剛進去學校 學長姐都會跟妳說 但是就是不信邪啊 然後就是想說 好吧 去吃吃看 果真就是拉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很髒欸 就很誇張啊 會不會夾到蟑螂或老鼠 是沒有 但是只是吃最簡單的白饅頭 就可以拉成這樣 頭也可以拉 包卸藥吧 太厲害了 所以它是減肥中心 對 想減肥就是建議你們去 這太毒了 好 不過其實真的講到炸雞排 馬上第一個 我們要推薦的這個 巨型組到底有多巨大呢 歡迎我們台大的桃子 熊學生的福音 超低價大蛋餅 叫做 江阿姨大蔬菜蛋餅 這是一份嗎 對啊 這一份用五個蛋 對 正常蛋餅 這個是這樣的 江阿姨 妳好海派啊 江阿姨 對啊 應該要 這一份多少錢 好啦 大學生了沒 台大的桃子 妳要推薦的是 姐妹花雞排 姐妹花雞排 是她原來的名字是不是 一堆姐妹花在賣 對… 那是哪一塊 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剛剛那個用餐的排骨 拿來做比較 所以這是一共兩份 是不是 這樣是一份 一份 這麼大 這麼大一個 這麼大 天啊 這麼大這樣叫一份 對啊 妳們猜猜看要多少錢 上針妳猜多少錢 40 40塊 妳有吃過嗎 沒有吃過 妳覺得40 我覺得40 欸 拜託現在外面那好大的 都要50幾 對啊 對不對 5 60都要了 小偉妳猜要多少錢 這麼大塊 6 70吧 至少要6 70對不對 桃子多少錢 40塊 蛤 40塊 對 很大耶 等一下妳這個是8月1號前的價錢 還是8月1號 因為8月1號以後就脹了 她一直都賣40塊 一直都賣40塊 然後好吃在 真的好吃賣40是便宜 真的很好吃 好吃的重點是在 她的肉質不會像很多是雞排炸 就變乾乾的那種 它會有那種QQ的汁那種感覺 是有烤過的是不是 對不對 那都要不要來試吃一下 那客氣是嗎 好大喔 真的很大 怎麼樣 肉是嫩的 真的嗎 真的 它裡面 因為我覺得那個扁扁應該乾乾的 就是裡面水水的 就是那個雞汁有在裡面 而且它剛剛架出來它會更 更有水 阿謙要不要來一口 來一口 吃看看 我們也要 大鼻也快瘋了有沒有 可以後面分一下 怎麼整 排骨有沒有 排骨給妳們就好了 好硬喔 怎麼樣 如何 不錯對不對 讚 等一下 咬太大口是不是 它裡面真的是水水的 它不是乾乾的 是喔 大家買雞排 最在乎雞排的什麼 請寫下來好不好 大家在乎的是 一手拉拉說要軟 一定要軟 然後外面要酥 就是不能太老啦 那個肉對不對 麵粉不能太厚 就像哈拿寫的肉質要鮮嫩 但是大也要厚 就是要厚 吃什麼氣啊 沒有啊 因為它打很薄然後很大片 就覺得消費者都被騙了 輔大的毛毛說 Juicy要有肉汁的感覺 對…就是要肉吃起來濕濕的 才會覺得很美味 對 不能乾掉 文化的哈哈什麼叫大不大 就是要大 花花要什麼 皮跟什麼 皮和油 你知道那個油不油其實也有學問 如果不油的話 你就沒有吃雞排的感覺 但也不能太油 太油女生絕對不會 就是不會敢吃 對 皮呢 那皮的話就是 吃起來的皮不能乾乾的 要脆脆的 然後上面要有很多胡椒鹽 對 你不覺得嗎 雖然人家跟我們講 那都很不健康 可是每次買炸雞排或鹽酥 說要不要辣 要多一點 對啊 然後你就每次看它那個 那個叫什麼 像那個三角形的肉斗有沒有 裡面明明勾了上一個顧客的 很多花椒什麼椒鹽粉 你就覺得趕快兜下來… 好好吃喔 越鹹越好吃 對不對 還會用最後還用九層塔去勾 袋子裡面剩下的那個粉這樣 然後吃下去 曹志祺你剛剛講那個 我想到一個 我以前去買一個那個 也是一樣鹹酥雞 那種雞排這樣 然後我就說 他一定都會問人家說 要不要辣 然後只要人家就說 要 要很多辣 他就說好 加一斤 他就說加一斤 然後人家就傻眼 然後就說 後來人家就問說 老闆麻煩幫我炸酥一點 結果他就說 好 那你明天再來拿 是真的 很嚴肅的跟你講喔 他很嚴肅的跟你講 就覺得奇怪了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就是他面對很多客人 有一點煩 很愛回嘴就對了對不對 大鼻是要價錢跟份量 超過多少價錢 那錢再好吃你也不買 就是超過50塊 我真的覺得覺得不想要吃 因為你知道 雞排之後有東西 就是一種衝動 就是想吃 可是你買了 它就不管厚不厚 還是是薄的是厚的 只要它便宜又大 你吃了就很開心 所以我就覺得 價錢跟份量真的很重要 是啦 不過說真的這個 其實現在的價錢 差不多都要五六十了 差不多 三十五 四十以上了 四十以上 所以這是真的秀個短褲了 對不對 好 在這邊非常謝謝我們的桃子 謝謝 等一下 這要給學生分嗎 那我留給他們啊 接下來的推薦是長榮的阿爺 其實這個是 我之前在台北K書的時候 常吃的一個東西 台北這是什麼 它叫做 江阿姨大蔬菜蛋餅 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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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份嗎 對啊 這一份用了五個蛋 我們又比較一下 你看旁邊這一盤是正常版 對不對 正常蛋餅大概是這樣子 江阿姨 你好海派啊 江阿姨 對啊 應該是個慈善家吧 五個蛋 而且這看起來像是那種小手帕有沒有 對啊 這個根本就是禪師輩 對啊 這一次輩的感覺 在哪裡 江阿姨 在那個南陽街 虎錫街那邊 虎錫街 那價錢上一定很貴 等一下大家來猜一下 大爺 你猜這一份多少錢 剛才江阿姨的面子上 我猜50號 應該是江阿姨很熟 好 十件的Apple你猜多少 45 你們怎麼猜 這應該要70了吧 五個蛋耶 蛋餅沒有多少錢呢 正確的答案公佈阿姨 大學生愛美食 花錢毫不心疼 一個月的伙食費大概有多少 小偉 一萬二 你試過最豪華奢華的料理是 對 頂上禮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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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了沒 怎麼可能 好可愛喔 25塊 怎麼會 25 5個蛋耶 他真的是慈善家 對不對 就讓你們保他也不要賺錢啊 還有菜耶 而且這一家 那個生意好到要領個號碼牌才可以買 這是要號碼牌的就對了 而且他做的是有點像口袋餅這樣子 把它菜都包在裡面 它是把那個蛋汁跟高麗菜絲混在一起 所以那個很多高麗菜的汁在裡面 然後吃了可以順便解渴 順便解渴 而且他注意到你們學生的健康 還放很多菜 對不對 不會只有蛋跟麵粉而已 有誰要試吃 大爺第一個 來… 運動休閒系的大爺 試吃一口看看 好 好 很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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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塊而已耶 很水嗎 都水 不是 我們要訪問他也很尷尬 因為他整個一趴腾出來 夾一夾 再告訴我們整個整體的感受是什麼 納豆想吃嗎 想吃 你先吃… 25 太便宜 你還拿中間比較大堆了 納豆 來 這蛋餅骨哥蛋 不要這樣子 納豆好有口感喔 怎麼樣 大爺先形容一下大爺 口味怎麼樣 口味它不會很重 但是就是很清甜 有蔬菜的甜味 對啊 有蔬菜的甜味 納豆哥 我跟你講 那個菜真的好喝 那個菜真的夠多 所以真的有結合 對… 就止渴的感覺 而且一直咬的時候 那蔬菜的汁就一直流出來 對啊 大鼻整個人快瘋掉了 大鼻你想吃是不是 不是啊 那你跟哈哈撤一拳 贏的可以下來吃一口 剪刀石頭 不 哈哈 大鼻一直沒機會 哈哈來… 來一下… 哈哈來…餓很久了 中間那一塊… 沒關係啦 沒關係 男生嘛 互相一下 哈哈少吃一點喔 嘴巴沒有那麼小吧 對 他怎麼那麼秀氣 對啊 哇 真的 每一個人手拿都是油耶 都是那個水 超讚 超讚喔 哇 太正了啦 所以阿妍 謝謝兩位 阿妍 這個推薦很好 對啊 這個推薦很好耶 南洋街 南洋街 對 就南洋街十一項的樣子 他形容說這個蛋餅 他說真的每次帶回去的時候 盒子都會爆開 因為裡面菜太多了 是不是 對 有時候買了三個 真的根本塑膠袋裝不下 就整個這樣子還會掉出來 好棒 才25塊 而且他們一天可能會賣 記得有一千個 然後如果是五個蛋 就五千個蛋 真的 真的 這會覺得開養機場 老闆真的很堪 好 在這邊謝謝我們的長榮阿妍 好 謝謝 厲害啦 其實同學們 是不是都喜歡吃有的沒有的 而不喜歡吃正餐啊 來 請按鈕 我覺得學生好像都是這樣耶 對啊 幾乎都是這樣子啊 花花也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其實大家都喜歡吃有的沒有 陶立揚你吃什麼 男生也會嗎 我是很少量多餐的人 然後就是每次 晚餐吃很少 就是有時候同學會一直吃那種 就是那個吃到飽那種火鍋 然後就吃一點點 然後回家之後又去買很多 一大堆零食然後買回家吃 就隨便都吃就對了 對啊 尤其學生一走夜市什麼都可以買 嗯 真的 接下來這一組我們要推薦的呢 是超值組 真的是秀 剛剛是大 我們首先歡迎我們的世新顧小偉 小偉 你要推薦的是 我要推薦就是世新那邊的 航阿萊萊米粉湯 就是一碗20塊可是可以吃兩餐 為什麼 等一下 這兩碗是哪一碗是 這兩碗其實是一碗 20塊是買這兩碗 這麼大碗 老闆不用賺了 在那邊吃的話是用那個挖工裝的 但是等一下… 它確實是 但是米粉也不少 只是湯蠻多的 對 湯蠻多的 湯比較多 所以是湯比較多 所以你真的有這樣子嗎 買一碗回去吃兩餐 就是沒錢的時候就會這樣吃 我覺得它是月光族的救星 不要講多少錢我讓大家來猜看看 花花已經在吃那個蔬菜蛋餅 對啊 她講了嗎 先講多少錢 好 前面三十 是你自己問的 桃子姐 你為什麼 不要講 不要講喔 好不好 我們來猜看看 花花 你猜這一碗多少錢 是 是兩碗嗎 沒有 就是一碗可以分成這兩碗 30塊吧 好 妳看 還是有人沒聽到 好啦 只有20塊就這樣分成兩碗 而且它的湯頭我覺得就是 感覺是熬了七七四十九天 真的 很好喝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米粉很彈牙 這樣講好像人肉米粉湯的感覺 有沒有 米粉很彈牙 來…阿KEN要不要試一口 來 湯頭又香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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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肉燥米粉的感覺嗎 統一肉燥米粉 我感覺米粉在我嘴裡面跳HEPOP 很誇張喔 真的真的不錯不錯 很彈牙 那時候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你看看 你為什麼要咬那一碗 你覺得它那一碗比較會跳是 我怕 我怕我這碗跳的是不一樣 有彈牙嗎 真的喔 這個已經不適合 因為你在棚內放一陣子 嗯 可是還是很彈 放一陣子還能這麼彈就很彈喔 湯呢 你剛好先喝一口湯是怎麼樣 你剛不是喝過了嗎 你剛好越過 這是同一碗 對啊 對啊 怎麼樣 湯很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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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附近有什麼料理可以吃到飽嗎 像他這樣應該很飽了吧 第一分11不是給我賣那個 營養口糧啊 然後再配白開水 只要13塊 而且可以吃得超飽 營養口糧3塊 13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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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塊算多了喔 我們在這邊 陶立揚你花過多少錢吃到飽 就 一個 就跑那個科學麵加那個 那個什麼 關東煮湯 對…關東煮湯 這個有網路上有教過嗎 有網路上有教過這樣子 對 就是你把那個 放到那個碗 然後用他們的湯這樣6塊 對啊 現在科學麵變8塊了 對啊 不過說真的便宜食物 是不是真的能留得住客人 小偉你有吃過什麼樣的西瓜 很恐怖是不是 對 就是那個西瓜就是 那時候是我在學校嘛 下課 後面就有那種賣水果的那種 整個都是水果店 然後它就寫西瓜10塊 10塊一顆啊 一顆小玉西瓜10塊 好便宜 10塊錢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還不錯 然後就買了 可是回去切開來看 就是它的皮比西瓜還厚 皮比肉還多 對 皮比肉還多 皮比西瓜 而且那個西瓜是酸的 所以就吃一口就丟掉 酸的 就是10塊 所以不見得要剪便宜就對了 好 那這兩碗 大家要不要再喘一喘 大家搖什麼頭 等一下 拉拉跟大爺為何搖頭 剛剛吃很飽了 以前我跟他都很多 前面幾面很多了 沒關係 那就給大筆吧 好 真的嗎 不是啊 因為大筆一直沒有吃到 對… 對不對 我拿上去就可以 好 對… 好 那要謝謝我們的小瑋 謝謝 寫出你們一個月的伙食費 大概有多少 好不好 把它寫下來 就吃這件事 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納豆你應該 花多少 多了喔 我多的時候一餐吃個 一千多塊一個人都可以 一個人吃一千多 是屬於中高價位還是低價餐廳 就是 算中高價位餐廳 就燒肉而已 我一個人就一直吃… 一直烤…一直吃這樣 有 我剛有聽到 你在話當時一直講說 你一個人可以吃幾盤肉 吃三盤肉 然後蝦子啊 然後還有什麼金針菇啊 什麼都一直點 好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 同學們一個月 在吃方面花多少錢 好 有三千 三千 五千 三千 四千 第一排比較平均 第二排恐怖了 三千 五千上下 8888是怎麼樣 大爺 沒有 這個實在是太不穩定了 太不穩定 就真的 因為我也是少量多餐的人 然後可以就是 隨興去Seven 可以買個三四百 然後全部吃完這樣子 你們都吃那種 就是比較素食的東西 對… 花到8888 天啊 你應該很多公仔吧 這還好… 這還好… 就是一直在收集嗎 對不對 Kathryn是七千起 旁邊的小偉 一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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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四倍耶 你不是都吃二十塊的 你們要吃嗎 沒有啦 我媽一餐會給我兩百塊吃飯 所以一天就有四百 那如果我這餐比較省 我就可以去吃一餐 可能七八百的 大概這樣 一個月花一萬二 你吃過最豪華奢華的料理是 頂上魚翅算嗎 頂上魚翅 不是喔 大學生跑去吃魚翅就對了 你一個人嗎 很淒涼吧 沒有同學跟你去吧 朋友 朋友 同學嗎 是同學嗎 高中同學 那誰買單 各付各的 各付各的 多久吃一次一次 就一次而已 目前那個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 比米粉湯 好吃太多了 超海量的學生大胃王 居然連續十餐吃到飽 我有挑戰過 就端午節那時候挑戰過 就是連續十餐吃到飽 請講一下十個不同的種類 吃到飽 披薩蛋糕 燒烤 火燒 火燒 吃披薩吃到被趕走 被趕走 吃到飽怎麼可以趕客人 沒有 我們從中午吃到晚上 大學生了沒 好 接下來是首啦啦要推薦的 感覺起來像是冰淇淋的感覺 就是 冰淇淋乾麵 就是像前面大家都是很便宜 或分量很大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輸了 因為高雄有這個超級紅 它是新聞還拍過 就它是39塊錢的乾麵吃到飽 吃到飽 吃到飽 吃到飽喔 而且最高幾乎真的是 一個人吃了十萬 吃到飽 十萬 對 吃到飽 就隨你吃 但好不好吃呢 就是還不錯啊 不會到飽吃 請問一下那個人有猴子走出店門 有 有 有 十碗 十碗 十碗最高紀錄 這是幾碗的分量 一碗 然後你覺得還不錯是不是 Ken哥要不要來試一下 好 來 39 所以就是39吃到飽了 對 麵粉現在很貴了耶 而且還有19塊的那個 19塊就是杜老爺冰淇淋吃到飽 同一家嗎 同一家 杜老爺冰淇淋吃到飽 對 就很華碩啊 做善事的嗎 對啊 就外面去買一桶都好貴喔 好 怎麼樣 怎麼樣 39乾麵 好吃 好吃喔 真的 又在跳舞了嗎 吃了又生氣了 沒有沒有沒有 它這個味道真的不錯 39塊吃到飽 39吃到飽 就很適合男生去吃 對 餓了很久的 大家都可以去 但是冰淇淋這樣 那都忍不住對不對 冰淇淋 沒有 你們先聊一下 沒有聞到香味對不對 它嘴巴這樣油油的 聞起來好香 這什麼路 在復興二路 復興二路的39 就是在大路上 沒有這香味 對 之前新聞有嗎 這兩個便當還有一碗麵嗎 怎麼會這樣 感覺你要 好吃 我跟你講 這個去我可以吃五碗 真的喔 最高紀錄十萬 這很香啊 我跟你講我沒有吃 但是我一直聞到你們的香味 有一點那種油飯的那種感覺 那你們常去嗎 可是你怎麼那麼瘦啦啦 就是 就是大家同學都會約啊 對 然後就會有聽說 然後大家就去試試看這樣子 39加19 也就是58塊 就可以吃吃不完的乾麵 跟吃不完的冰淇淋 對 應該可以倒在裡面了 好 而且我要跟阿炳一樣 搬到高雄去住了 這麼便宜 很便宜 台灣越王男朋友越棒了 對啊 都是美食 好 在這邊謝謝我們一手的啦啦 太厚康了 啦啦剛剛推薦58塊吃到飽 大學生 愛吃吃到飽的請按鈕 這一定是 很果決 對啊 女生 女生第一排有四個說不 不...對不起 陶立揚也是... 發心的問題 已經發心 陶立揚你不喜歡 對啊 因為我每次去吃的時候 都吃兩三塊羊肉 然後我就飽 就飽了 鳥餵 鳥餵 我胃超小的 女生是怕胖是不是 吃不下 小偉喜歡 有魚翅吃到飽嗎 我有 沒有 我有挑戰過 就端午節那時候挑戰過 就是連續十餐吃到飽 蛤 怎麼要這樣子 因為有什麼獎品嗎 你已經講一下十個不同的種類 吃到飽 披薩蛋糕 燒烤火鍋 壽喜燒 泰式 印度 還有 大概差不多這樣子 還有比較燙烤的就是 每一間的不同 還有服務態度 吃披薩吃到被趕走 被趕走 吃到飽怎麼可以趕客人 沒有就是有一個是 我們從中午吃到晚上 吃不敢 不會 那你披薩 問題是披薩很容易飽 所以就是我們就吃完在那邊打牌 打一打 打牌 打電動一下 想說等一下吃個晚餐 可是他就說 吃太久了 超時啦對不對 所以你還有比較 連續十餐吃吃到飽 後來身體有沒有 就是胖 就只是胖而已 Kathryn也喜歡 你也瘦瘦的啊 可是我喜歡那個氣氛啊 因為吃到飽 一定大家都一起去 很多人一起吃 然後就很熱鬧 就不知不覺就會吃 就算沒有吃很多也開心 花花也是喜歡那個氣氛 對 沒錯 而且一定要 你知道大學生最愛討論 就是八卦 那種場合 就是讓你可以坐很久 大家就在那邊講八卦啦 都聊同學間的八卦 還是演藝圈 是那種很勁爆的 同學之間的 對 有多勁爆 你聽到可能會 說出去會被殺掉 沒有嗎 你不要講名字 大概是什麼劇情 事情 大概就是那種什麼 誰在誰懷孕了 好八卦 再去拿一盤快點 這一定要好好聽 等我一下 然後就會拿了一盤煎的回來 有沒有 怎樣怎樣 她懷孕了 而且會不想上廁所 因為就是沒有聊完也沒吃完 就是想要憋在那這樣 我跟你講 我跟我老公有一次真的去吃一個火鍋店的那個生蝦 他說 因為他們那時候不知道是 慶祝還跟 因為它很新鮮 非常新鮮 那個蝦子 它是直接跟漁港合作的 他說兩個人去有一 他就端子盆出來 然後我們就說 只吃 因為我們看到別桌就有 只吃蝦 然後我們想他怎麼這樣 因為你進去你會點兩份鍋底 然後我們就還傻傻吃 後來我們就覺得那桌是正確的 我們就第二次去就這樣子 就先吃那一百隻 只吃蝦 因為你會 他一定要點一個基本鍋底 有牛肉片什麼 我們就不吃了 然後那個蝦殼堆的跟山羊間 都生的蝦 好好吃喔 新鮮的 新鮮的 現在大概沒 是一個那什麼白甘蔗鍋 那時候有 現在好像沒了 而且就吃到我們就這樣 吃到我們就撐到一個不行 就是這樣 那個還剩十尾 不如說誰吃誰吃 還在那邊吃一拳這樣 結果他就過來說 你們還要蝦嗎 我們就說 不是剩這樣 他說沒有啊 這是六十隻 還有四十隻在裡面 很新鮮 今天我們節目錄到這邊 也是時間夠了 所以我們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好 這樣 他後面的人 我來故意 我故意玩他的 頭給我一起來 歡迎我們兄弟麵店的老闆 兄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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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歡迎你 這間位於實踐大學附近的 兄弟麵店 據說是實踐學生 填飽肚子的首選 走進店裡一看 果然擠滿許多雞腸露露的學生 而菜單除了一般麵食之外 還有老闆的自創料理 到底味道怎麼樣 為什麼如此受學生歡迎呢 就是常常來吃兄弟麵館 然後這裡的老闆人超好 常常會請我們吃小菜 然後這裡的麵也都很有創意 然後麵也很好吃 老闆豪邁 然後我也很阿沙利 然後要請小菜都會請很多這樣子 然後東西又很好吃 所以我們會常常來吃 看學生們吃得津津有味的模樣 實踐校園附近的超值料理 是否如他們所說的便宜又美味呢 就請現場學生來鑑定一下吧 好 我跟你講 真的剛剛所有的食物 我們真的有在後台吃的就是這個 對 對不對 兄弟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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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知道嗎 剛剛老闆在後台就說 來來來 我還多帶了很多 你們這樣吃 然後我們大家就看一下那個麵 想說放了一下午了 誰要吃 然後他就說來吧 然後他就說來 我幫你加湯 然後一打開那個湯袋才加了大概兩滴 然後你在省什麼湯 然後就把麵拌開 我們每個人一吃這樣 我到現在還在流口水 對 這個麵條是東北吃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兄弟哥 這個麵條是東北麵 它是東北按照這個古法所做的 我從東北把這個配方帶回台灣 然後有一個人專門替我做這個麵條 難怪你的麵條就是不一樣 但是兄弟哥剛捧著這麼一大碗麵出來的 出來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麵條是這個樣子 到我店裡面吃麵 事實上我是一個價到底 也就是說您吃什麼麵 別講價錢 我們請大家來猜 這每一碗都一樣嗎 猜一下 猜一下 不一樣的價 好 比如說獅子頭麵 大家猜 這碗麵要多少錢 獅子頭麵 猜看看 猜 猜 差不多九十一百對不對 四頭麵 好 老闆請公布 這碗麵是七十塊 這麼好 沒有利潤呢 我的天啊 對啊 然後你幹嘛一直在拿筷子 等一下啦 那這個是什麼 泡菜跟叉燒是嗎 這個是比較有名的麵 叫做 西塔冷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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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裡面的內容包括了 肉 菜 蛋皮和黃瓜絲 再加上冷湯 吃的時候是冷冷涼涼的 必要的時候溫度太高了 如果說外面超過了三十一二度以上的話 我們會打冰渣下去 冰渣 冰渣下去 這一碗要多少錢呢 70塊 70塊 我沒有要吃… 我是要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我覺得老闆真的很有心 他做的真的是 你看他的蛋是這樣子做的 這樣切的 對不對 然後他的擺 你看他擺菜 這個多有學問 那這個又叫什麼呢 八寶麵吧 是嗎 這個麵是為了學生開發的 叫做 叫做這個牛肉醬麵 為什麼是學生開發牛肉醬麵 因為兩個學生到我店裡面吃麵 一個走到門口就不進來 他說他要吃什麼麵呢 他要吃鐵板麵 結果我想一想鐵板麵 也不過就是那回事 那麼我就說鐵板麵一份多少錢 他說120 我說你給我10分鐘 我給你一碗足夠份量的這個鐵板麵 60 哇 你這個他還不能被雞 對 他雞不得 雞不得 對啊 天哪 所以那老闆 我喜歡吃魚翅麵 對啊 對啊 明天就一堆學生去那邊雞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這個60塊對不對 那跟這碗麵有什麼關係你說 就您個人的量 你吃一碗白飯你要求一球麵 我們一球大概是四兩 生麵條四兩 那如果說你吃三碗飯 就可以要三球啊 三球 你這吃到飽定吃冰嗎 價錢一樣 不 有蛋輸 你吃不完你不准走 那口感太多也不可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來一個很會吃的人 他說我要六球的麵 那六球多少錢 一樣價 好好喔 好好喔 各位同學 我們真的沒有誇大 也不是為了節目效果 這個麵真的好吃 誰要來吃 真的要給他們吃吃看 大鼻剛剛第一個舉手了 大鼻 那大爺搶先我全怪了 你們沒有別人舉手嗎 有沒有 一姐你都不想吃啊 因為我 因為我 晚餐吃了會胖 晚餐吃怕胖嗎 一姐你出來 越不愛吃的我們越讓你吃 快點 大鼻快翻臉了 大鼻剛好給你米粉湯嘛 對不對 沒有 我們只是試吃一口 好不好 大鼻你還是有機會 一姐 確定只能試吃一口嗎 他萬一吃結果 結果老闆說 你不是吃這個啦 不是啦 剛剛這麼可憐 拿錯碗的 來 你自己要選哪一個口味 學生專門吃的學生麵 鐵板麵 鐵板麵 好 吃一口就好了 吃一口 好 吃一口 如何呢 我說一句 麵粉湯很Q 這樣我可以 跳富丹芭蕾 你一直延續那個 說真的 不一定要跳舞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怎麼樣 味道很好 這個比一般 鐵板麵好吃太多了吧 對不對 而且它麵條很讚 對不對 厲害了 好 請休息一下 獅子頭麵誰要吃 好 放它舉得比較快 好 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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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比因為太餓 所以 比較好 來 花花來一口 花花也是有貢獻嗎 在我們節目對不對 都跳過那麼多次 我讓它長 來來來 祝總統套房吃過的 先來一口麵條 我跟你講光它麵條就超正了 對不對 麵條很Q翻 不Q 好Q 不然拔開 對 好 吃一口 怎麼樣 怎麼樣 這肉 這肉太誇張了 怎樣誇張 我覺得它好有那個 鮮肉的感覺 就是 咬下去都是汁 鮮美 剛吃太飽 好恨 還好我剛剛晚餐沒吃 等一下 等一下 納豆乖 等一下 好 在這邊 謝謝花花 謝謝 好 我們還有一碗西塔麵 因為你剛剛講過一碗七十 對不對 是的 我們那就換個題目 請同學寫下 西塔是 你要不要出 是哪個地方的地名 是不是 好的 如果說您能答得對的話 我就把這碗西塔狼麵奉送給您 當今天的宵夜 哪一省對不對 對 就說省就好了 西塔是哪一省 我記得印度是不是有個西塔琴 所以是不是在靠印度那邊 南洋那邊就有西塔琴 是不是 是靠印度那邊嗎 不是… 中國內陸 大爺直接放棄說 雷峰塔旁邊 西塔 兩個塔有沒有在一起 大比我讓你改一次答案 剛剛說了內陸 海南島 海南島跟內陸差很多吧 我以為 西塔就是那種陽光的感覺 你知道那種 你換你換啊 內陸快換啊 好不好 阿妍說深坑是怎麼樣 中國大陸不是有個叫做那個 深什麼 深俊 對 深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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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的是省喔 是省喔 對 好 我們看答案有 寧夏 西藏 遼寧 哈爾 哈爾濱是省嗎 各位四川 好恐怖的大學生啊 昆明也不是省吧 哈薩克 哈薩克 好 老闆請公布正確答案是 兩位答對了 遼寧 遼寧 她在沈陽的西北邊 猜對的是拉拉跟誰 遼寧 毛毛出列 來吃給你們的西塔冷麵 西塔冷麵 先把它拌開 大比快瘋了有沒有 大比已經快崩潰了 老闆你隨便出個題 讓大比來猜一下 你再出個題目 不要那麼難 我們也要 那 您答對的話就吃這一碗 好 你想個題目 如果吃海鮮餃子 適合沾什麼樣的醬 好 請寫下什麼樣的醬 來 拉拉跟毛毛 來 獅子頭好香 開開的香味是飄出來的 我的媽 哇 毛毛你這一坨很大 怎麼樣拉拉 跟39元乾麵比起來 直接用吃 就是 好吃多了 真的很好吃 對不對 口味也很好吃 怎樣的好吃 你們形容一下 多幾句想 它味道很清淡 可是就是還滿夠味的 除了就是沒有很油膩這樣 謝謝拉拉跟毛毛 謝謝 好 到底海鮮水餃應該沾什麼醬 有人說檸檬醬 有人說醋 海鮮醬 海鮮醬是什麼 杜曉偉 海鮮醬 海鮮醬是什麼 海鮮水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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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 對啊 伊拉克海鮮 塔利班醬 布希醬 塔塔醬 麻油 沙茶醬油 好 請問正確答案是什麼 老闆 你如果答醬油的話 表示你不會吃 大比也慘了 好 正確答案是什麼 因為吃海鮮的餃子的話 它要保持它海鮮的味道存在的話 你只有 只能放一樣東西 叫做吃 就是醋 醋 上珍 Cassie跟Apple還有一潔 請出店 可以吃 好 今天我們要非常謝謝 我們老闆公佈一下你的店 在哪 什麼路 我的店 什麼路 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等一下 實踐大學附近 就在實踐大學 門口 正門口 有一個培音公園 培音公園旁邊就是碧小店 老闆 我們播出去之後 你可以發給我們VIP嗎 就是不用排隊VIP 你來了 隨時給你插隊 插隊卡 插隊卡 太好了 剛剛答對的 來 剛剛答對的有四位來吃好不好 四位來 請用 好不好 可以用喜塔麵啊 獅子頭麵啊 對啊 清麵 好 清麵也可以 今天這個結尾就在這裡做個開心結尾 再次謝謝我們的兄弟哥 謝謝 謝謝 好開心喔 謝謝